只是你的 另一半這麼簡單 其實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當然,必須 這是基礎 大家要有能夠聊得來 對 而且這麼長時間 大家的價值觀一定要一樣 可以性格不一樣 對 價值觀要... 對 很相似 是的 我覺得每一段感情都會 一開始一定很開心 但是久了 你會經歷有一些爭吵 或者以前很喜歡的東西 都變得很模糊 這個都是一個循環 每一段愛情都是一模一樣 怎麼把愛情 經過上一次的經驗學會 在這一次的經驗做得更好 這個就是這首歌 想告訴大家的一個哲學 如果咱倆要是定唱《鮮劍》的話 那片愛確實很不錯 我記得這個劇裡面 還有一個很經典的 而且這首歌好像 翻唱版本很少 叫《此生不幻》 歌手是 梁山舟甘若縣的 跟我一個地方的 《青鳥飛魚》 他的原唱歌手 對 太好了 那直接就唱 他結婚我還去了 真的啊 完了還去錯日子了 那你去兩次 就是請我跟劉維去 我說劉維 我說你快點啊 維維來我們家 我說好好好 大家來我們家 劉維來我們家素顏朝天 我說天啊 我們兩個去別的關理 快打扮 我們一定要作為他的親朋好友 要為他占得住場子 然後我就說 馬上把你的口罩給我摘了 頭髮馬上啪啪啪的 他說我沒有粉底 我說用我的呀 我的膚色男生用正好 他一用我那個 他都黑了兩個度 我以後擦薄一點 到時候在我們家 長稍微白一點的 就是 對後來用我的提亮給他用的 擦了粉底 我們倆 哇可帥了 頭髮大過去大過來 俊男美女 哇辣妹出街 我說走走走 趕緊走 還不要遲到了 人家結婚 然後我們倆 然後在路上的時候 司機開車 然後我們倆 我就給他發信 我說 哥哥 我們兩個在路上咯 對方說 是明 你們去哪裡 我說你婚禮 我們是明天 我就會說 你這個瘋子 那最後那天咋辦 就回家了 然後我就說 這個妝都化了 別浪費了 也打扮了 我們兩個必須去唱KTV 搭拍照 讓劉薄給你拍點美照一些 對 然後就這樣 好逗呀 那我覺得咱就唱這首了 而且還是李老强 你到時候跟他板拳 讓他打打折 好 還這首歌還便宜 那我們就定這首吧 好 此生不壞 那你肯定得打 我隨理的呢 行 哎呀 小唐 我們又見面了 二大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要唱什麼 繼續唱 再唱一首ICT 是的 你有沒有看過 《愛情公寓》 我看過 那裏面有什麼歌曲 我猜你也想靠近爬 直到你睫毛巾刷著你臉頰 直到你的頭就聞到我長髮 噢 真想法 只需要你一句話 那我們要不要一起試一下 好 那你請個點兒 我跟妳走 我猜你也想靠近吧 直到我睫毛插著你臉頰 直到你低頭就聞到我長髮 噢 真想法 只需要你一句話 我們剛剛往下下了半渡嘛 我要再找一下 好 好 但是 沒有人的聞了 鋼琴就很突出人聲 聽得很清楚 我們可能就是要多熟幾遍 對 一般在這個音中裡面 一個鋼琴從頭到尾好像沒有 所以這也是比較冒險的一部分 他們都是覺得一個到解好 我也可能覺得 就有點 我就比較極致一點 就要這麼玩 就要這麼玩 OK啊 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好的表演 謝謝 這首歌它其實本來就不是一個 男女對唱歌曲 他怎麼編 他都有一點畫舌天竹 在這個起承轉合裡面 一開始是用女生的Key開始 然後再轉到男生的Key 可是怎麼樣讓你能夠在聽覺上面 感覺到它是層層地盡 情緒越來越緊張 然後再收回來 所以在這裡面的時候 你不是靠說弦樂去推多大 因為這首歌其實它的 melody 其實沒有那麼的爆炸 其實包括一神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靠 多大的嗓子去衝擊 它其實靠的是一個很 很內在的東西 就是那種暗勇的情緒 然後去 講述一個過來人 對於愛情的一個理解、看法 那我覺得厲害的就是這個旋律跟這個文字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那種化學反應 那你要想要讓別人聽到裡面的每一個字 那你就要拿掉很多多餘的東西 就是配器 因為你一個人的耳朵有時候很容易被不同的東西去吸引 例如說聽到一個小提琴 然後鼓節奏進來了 那現在其實我們更想讓別人聽到裡面的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的情緒 其實那這樣子的話就用減法 你就兩個人怎麼去講 這樣的對於這個愛情轉移的理解 關注我們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的汪蘇龍作為隊長 在取名字喊口號這方面好像真的一技絕成了 上一次我們的名字叫做俊男靓女 可以說是整個把陳楚成都嚇到了 經過改良之後更厲害了 那隊名叫做有男有女隊 有男有女 男男女女 我想了一個禮拜 你有被嚇到嗎 真的嚇一跳 他們隊老換名字很不穩定 我們就超穩定的 東陽光隊 對 不變 東陽光 東陽光 讓你聽了《新洋話》 這次跟我們的小美合作感受如何 小美對我來說就是在我還沒有出道前 就一直非常喜歡的一個歌手了 見到我喜歡了十年的歌手 然後能夠跟她同臺 我覺得真的就是很夢幻吧 我們這個天賜的觀眾也是越來越厲害 因為他們了解到小美呢 有極樂淨土的演出 能不能在今天天賜舞台上 二位有一個合作呢 我好幸福啊 哈哈哈哈 我好幸福啊 一會兒 你真心幸福啊 在你也是最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看上去真的像一个组合 像镜子 好默契 好默契 好 谢谢 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惊喜 这是小七在这个舞台上 第二个二次元的一个作品了 是的 第一个作品是 前几天由陈楚生又唱了一遍 叫《奇迹在现》 我对你那个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结束姿 是的 真的 大家看一看 其实小七一直都是我们这个舞台的一个 很活泼很向上的一个代表 从女团那个时候开始一点点直播 然后到今天 现在你要面临一个单打独斗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要独挑大梁 所以未来可能对你的要求 对于你的这种期盼也会越来越高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恰逢其识 跟你合作的这个前辈 不管是从唱啊跳啊 然后包括他在舞台上的这个状态